倒数第一的学生 考上了研究生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青年女学生 修炼法轮大法之后 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备考 她曾经是班里的倒数第一 考上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 也是大学班里唯一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我是一名青年法轮功学员 小的时候跟着姥姥姥爷生活 1999年之前 姥姥经常带我到室外的练功点练功 那个时候我才三四岁 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 我就没有再练功了 上了初中之后在学校住宿 渐渐的忘记了大法 最后完全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人 我天生不是个头脑聪明的孩子 小学的时候成绩还算不错 上了初中以后啊 学习就开始变得吃力了 慢慢的就厌倦了学习 开始追星 学习成绩滑落到了中有 到了高中就更差劲了 有时候在班里竟然是排在倒数 高三那年 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上课除了睡觉 就是跟同桌和前后桌说话打闹 在老师的眼里 我不是个好学生 在父母那儿 对我的状况也很着急 我时常因为学习的事 跟爸爸吵架 对自己的将来感到迷茫 有的时候 甚至想破罐子破摔算了 高考成绩出来之后 虽然够了本三的分数线 但是根本进不了好大学 所以爸爸又安排我 到了另一个好的高中复读 那是我们省最好的一所高中了 学生都是尖子省 我和他们的差距 简直是十万八千里 我连平时老师上课的进度都跟不上 再使劲学 每次也都是考倒数第一 我的心理压力前所未有的大 整个身心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二次高考 我的成绩只比第一次高了二十多分 我上了一个普通的本科 大三暑假的一天 妈妈突然对我说 你们这个年龄的人 是跟着师父来的 是有使命的 我听了一愣 妈妈又拿来师父最新的讲法给我看 我好像是电插头通了电一样 猛然间醒悟了过来 人的生命是有来源的 而人来在世上的目的便是修炼 回归 我想 我不能再浑浑噩噩下去了 我也要修炼法轮功 反本归真 找回真正的自己 之后 在那个暑假里 我坚持每天和妈妈去同修家参加小组学法 祥和慈悲的场 熔炼着我 念完书之后 跟阿姨们交流 彼此都怀着一颗坦诚之心 真是人间少有的一块净土 在大法中 我感到没有解不开的问题 我相信 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 未来乐观无忧 性格也在不知不觉中 开朗了许多 也就是在那时 我临时决定大肆考研 一来相信学大法 可以使自己开智开会 二来 想通过考研 证实大法的操场 让身边的同学看到 法轮功可以使一个人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是跨专业考生 所选的专业 有一门与数学有关 需要自学 我高中学的是文科 数学一直不好 考试常常不及格 上了大学后 更是没有碰过数学 这门课的书对我 简直就是天数 连最基本的数学符号 都是陌生的 那怎样才能学好呢 读了师父的有关讲法 师父讲的一些话 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其实 师父一直在教导弟子 做事时不用想那么多 只管用心去做 整件事情就会做好 当我明白了这一点 在考研复习中 我没有想过最终的结果 就算师父在 《转法轮法解》中讲的 你不去想大学的事 你就努力学习好 就行了 一心努力的把过程做好 每天晚上几十分钟的 打坐练功 也让自己的身体 保持了轻松舒适 在高强度的学习下 我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适 跟我一起考研的一个同学 觉得不可思议 问我 为什么你每天晚睡早起 吃饭经常不规律 身体还一直这么好 我告诉他 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 考研结果出来之后 全家人都很惊讶 我没有达完的一个专业考试成绩 竟然离满分只相差十几分 与数学有关的那一科 离满分也只差二十多分 这两科我都是跨专业考的 随后英语国家线也公布了 但我知道的那一刻 一下子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英语国家线正好是我的英语分数 结果我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我也是班里唯一的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 谁能说不是法轮大法的超长呢 养之迷高 钻之迷奸 法轮大法的确是一门超长而伟大的政法 敬请国内的有缘之士 走出中共谎言的迷惑 在乱世纷纭中 能做一个明辩是非善恶 清醒明白的中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